上周,卓伟的周三剑,大家本以为要报李小璐,夜宿事件更猛的料,没想到卓伟却拿王思聪挡了枪,当时很多吃瓜观众纷纷散去,表示再也不相信卓伟了,没想到昨天晚上,卓伟又来一个迷暗告破,周三剑,不过这次卓伟显然已经失去了明星,网友纷纷留言,不是小璐的瓜我们不吃,周三剑不灵了,黄毅清都比你强,今天一早, 卓伟果然没让大家失望,这次的周三剑爆料,着实有点猛,让网友表示没想到,娱乐圈好非暗,卓伟公布了一段视频,视频中蓝结音自爆精神失常原因为,上个世纪90年代曾遭到两位娱乐圈大佬的侵犯,一位是已故的邓光荣,还有一位是现在依然活跃在影视圈的曾志伟,至于为什么会被曾志伟侵犯,蓝结音也描述得很清楚,是曾志伟在新加坡拍戏, 蓝过去探班,晚上,曾利用钥匙打开了蓝结音的房间,蓝结音以为曾志伟是喝多了,还说他是在精神很不正常的情况下侵犯了自己,这么多年过去了,曾志伟一直未曾道过歉,而蓝结音怕怀孕也于第二天去新加坡某医院吃了事后避孕药,半天过去了,曾志伟始终未发一言, 不过他的微博底下骂声早已一片,更不可思议的是,连曾志伟的女儿曾宝仪微博也遭沦陷,曾宝仪最后一条微博刚好放了一条自己父亲和金城武的对比照,没想到这也成为了网友攻击的理由, 面对各种谩骂和攻击,曾志伟终于在下午两点多,紧急发了严正声明,称视频是不真实的,请大家务必删除 从蓝结音的视频表述可以看出,他所言都是十分真实,一字一句没有半点修饰,虽然他的精神状态不太好,但言语诉述看去一切都很正常,连时间避点人物也是一字不差能回忆起来 过了三十几年依然能记得那么清晰,说明这件事对他的伤害真的很大,希望他能早日走出这段黑暗的历史